大家好,英国最近天寒地冻,下个星期还会下出一场非常大的雪 据说可能是24年来,即是一场最大的风雪 但南威尔斯这边的维尔斯仍然不太恶劣,可能是微雪 但如果在北部的朋友就要注意,无论是威尔斯北部,或者是英国的北部 例如苏格兰,或者是宁物浦,万城那边的朋友,就真的要小心点 注意那个雪对你的生活的影响 在看下去之前,我就麻烦大家了,因为我发觉 根据这个数字,有一半看我们的视频的朋友没有订阅我们 即是没有订阅我们的 麻烦大家举手之努,免费订阅,高台贵手 按一下订阅键,以及最好看广告 因为广告费真的对我和图芳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麻烦大家! 今天这么冷的天气,我们要打开一个Central Heating 即是取暖,对不对? 有网友私讯我,问我,他说 喂,陶夫,好像有人说,那个Heating 即取暖,烧木,是不是会便宜很多? 是的,那个仪兜费是便宜一点的 即是根据最新的当局的调查 譬如你的电费会省3万1 你的煤气费会省到13-14% 那便省到钱,那便当然最好 但你省到钱之余,你没有想过 你都要付出的 首先说,你先消煤气 烧煤气其实是最干净的取暖方法 人所共知 安装个Combi Boiler 安装好那些暖板等 一开了那个暖炉,便整个都会很暖 那你又没有烟,又没有烟,又没有烟 火,是吧? 火是有少少的,即是在一个 Boiler 里面,是吧? 但是你见不到的 那对于那个环境污染,便比较少一点 而且你所跟进要做的工作,亦是少了 那你会问,如果我烧其他实体的燃料 那有什么要跟进呢? 好比来说,现在你用烧真火的暖炉 即是那些座地式那些 你是要找专人来安装的 首先,你要改动一下你那个火炉位 如果以前的屋主是烧煤气的 那它就有一个孔在那里,是吧? 或者有一个叫做烧Gas的暖炉 或者好像我们那样,我们那是电暖炉 那如果你进了火之后 那你需要一个烧木的真火的暖炉的话 那你便找专人的公司来安装吧? 那这是一个费用 另外,烟通也就是了 烟通也会帮你安装一条烟通 即是特别一条烟通 那这个费用,你自己要计算一下 有便宜有贵 那些烙都也是,有便宜有贵 那最近还有一些新出的,就是两用 为什么两用呢? 原来实体燃料,分开有木 还有现在有一种叫做Purlitz 就是一些粒粒状 或者一些粒粒状的东西 就是让木烧得久一点 但是价钱是非常贵的 是贵的木 有两种选择 那朋友问,如果我本身烧开木 可不可以把Purlitz放进去烧呢? 那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你可以直接把Purlitz放进去 你本身烧着木的烤是没问题的 你会问,我烧完那些木 或者烧完那些Purlitz的燃料 有什么要跟进呢? 那很容易理解 你烧完食物之后 你烧完食物之后 是不是有一堆烫灰在这里 那你烧木或者Purlitz 那都有灰 那你是要清理那些灰 即是你的炉里面 会有一堆灰 那你说多久可以清一次 那就视乎你如何用法 因为你那些灰准 是会草的 越草越多的时候 会阻碍到你的炉的运作 所以你一定要清除它 是要铲灰 另外,因为你烧固体原料 那你一定会令到那个炉 或者那个烟通 是会有些聚密的 就是说你每一年 就要做一个保养维修 即是去清洁它 如果你不清洁它的话 就恐防 就会令到你的烟通 太邋遢的话 可能会影响 那个环境 那个污染的问题 对吧? 那同时 英国有一个法例 就是不准烧 濕的木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烧濕的木 它就会 产生大量的浓烟 对吧? 那如果你不知 订责的 濕的木照 放进去烟的话 那如果是影响到鄰居 鄰居看到你说 那烟通 那种喷嚇大眼 它是可以投诉你的 它是环境当局投诉你的 那如果它发觉 你烧的木 或者烧的固体燃料 是濕的 而你仍然把它烧烟的话 恐防 你会犯了法例 那佛责是什么 那我就不知了 那你烧的固体燃料 木或者那些 除了你要做一个清洁的工作之外 有些朋友说 几天要清洁一次 如果是冬天 你用得木 还有一个体力的问题 我当你是烧木才算 当然你可以向一些公司 去订购一些 砍好的柴 小小的砍好的柴 也有人 好像我邻居 我邻居的火炉是烧真火的 那他就去找一些木头 自己砍 例如我夏天 砍了很多树 或者邻居 砍了一些树 或者有些人 叫做Council 有些人来修辑一些树 或者砍一些枯树 那他会问人 拿了一些木 但他不会帮你砍好 那他就会将它放在后面 找东西盖好它 很大的架 我给了几架 很大的架 那他就自己在砍 有一次他还见到 他找个朋友 就是他那些电锯 那些汽油的电锯 那些电锯 就帮他锯 他只有四十多岁 四十岁左右 就是比较年轻的邻居 而他的体力 是可以应付的 就算你是 order一些现成砍好的柴枝 也好 deliver 送货给的那些朋友 只不过是会将它放在你的前院 它不会帮你拿去你储藏的地方 所以呢 搬运工作 也是由你做的 所以其实我们是知道在冬天 是知道旁边的邻居 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听到他们在砍柴枝 有时在后面砍 比如在后院那里砍 或者在火炉旁边 那里砍 即是把它放一 nine 轻轻把uir minimum 所以呢 我们每回都听见 隆头就在那里吧 哎! 我知道了 哪个便回来了 那如果你安裝一趟小木的暖炉 那其实是不是整间房子都暖 根据经验是整间屋都暖的 不只是装火炉的位置或空间暖的 你一点着它是整间屋都暖的 以我们的经验就更加得益了 为什麽呢? 因为我们旁边的邻居是烧真火的 它的烟通和我们是黏着的 所以它一烧真火取暖的时候 我们的厅和睡房都会乱乱一份 所以它烧真火对我们的燃料费都帮补不少 它真是一个好邻居 所以总结来说 烧柴或烧煤气都没有说谁好还是不好 主要就是说你自己应不应付得来 好像我们这样的年纪 是吧?花甲之年 在冬天冰天雪地 分钟好像下个礼拜那样又落雪又行 如果你的柴柴也不够 你就要走出去室外拿 柴濕了又不能烧 柴送了来又要搬上搬下 主要就是看你自己 体力能否做得到 还有没有这样的时间去做 同时大家知道 英国天气这么潮湿 常常下雨 你要确保柴柴是干爽的 也挺困难的 我们看热乱长片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听到 有一个地方专业放柴柴 就叫柴房 当然你不就在柴房 找家嫂进去 或者找你的子女进去 懲罚她 任何人找你进柴房 都可以 为什么要做呢 我邻居又没有柴房 我邻居就是把那些木 都要在外面 温发帆布甘夺 就是这样的 当大家想把你取乱的方法 由烧GAS 改为烧柴的时候 你要好好地去考虑 考虑的不是 只是你要付出多少燃料费 你要考虑 你应不应付得到 烧柴所带来的额外的工作 如果你是年轻的 你有一份工作去做 那你放工回来 你想想你要劈柴 处理柴 铲灰 每一年就找人去洗烟通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和陶夫人 就是不会烧真火的 为什么呢 应付不了 而且也挺烦的 又要铲灰 所以 又要订柴 或者自己劈柴 老老实实 这些东西 不是我们这些年纪的人做 留给那些 喜欢烧柴的人做 记住大家 麻烦你们 subscribe like comment 和我share 最好 可能的 按下小钟 谢谢 拜拜